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娱乐圈小脸美女不计其数 唐嫣 童谣 刘亦菲 Angela Baby等众多完美巴掌脸女星 小妖妹们 你偏爱谁呢 唐嫣 堂堂可爱的小脸上两个暖暖的酒窝 长长的美腿让人怎能不喜欢 从可以生肖末到盗墓笔记 唐嫣的演艺之路也越来越顺畅 童谣 童谣是典型的巴掌大追思脸 配上高挑的身材 清纯的气质 真是从小美到大 正在电视剧定制幸福拍摄的童谣 也是蛮拼的啊 长时间拍戏也继续坚持 不想拖慢整个剧组的进度 刘亦菲 看到刘亦菲就不自觉想到一个字 仙 小小的脸庞真是我见油帘 拍完电影《第三种爱情》之后 轻松俘获了男神宋承献 对于我们的神仙姐姐 韩国欧巴也无抵抗力呀 我喜欢你 我想你结婚为前提和你交往 不过更为搞笑的是 黄渤和刘亦菲竟然是同学 这画面也太难以想象呀 Angela Baby 今日刚刚和黄教主大婚的Angela Baby 怎么看都是美的 足足占据了好几天的热门头条 这么美肯定离不开他那精致的小脸 跑男之后 真性情的Baby 也是很多宅男心中的完美女神 而《奔跑的兄弟》第三季 也即将开播 小伙伴们 以后每周你们又可以在迎评上 看到我们的女神了 范冰冰 范爷的每一次红毯亮相 都能惊艳众人上头条 精致的追思脸 完美的五官 霸气的范爷跟谁一起拍照 都能抢尽风光 要不怎么能降服我们的大黑牛李晨呢 杨幂 大秘密以健身为时尚辣妈 精致的小脸 让她还像少女一样精致活力 最近刚刚去了巴黎时装周的杨幂 一头蓬松的小卷发 韵味十足 刘诗诗 自从和四爷在一起之后 刘诗诗生活过得挺滋润的 精致的小脸 高冷的气质 呈现出不一样的女神范 看了这些当红花旦的巴掌脸 小妖妹们 是不是几天都不好意思看镜子了 赶紧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我们 一起来约哈 更多最新最好玩的娱乐圈事件 尽在这里 摸摸的 如果我想要的更多呢 咧 付出所 直播 这个 一本 二维码 过一 20 x